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说西语的吉他手,野独无人,我又跑到我们公司的顶楼来了 那么利用这一点休息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几句简单的西语 这一期视频呢,咱们来简单的说一说在西班牙喝咖啡的这一点事 首先呢,咱们来说一下,咱们去喝杯咖啡吧 这个话在西班牙语里应该怎么说,其实有很多种方法 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方跟你说,un café,对吧,un café,un café就是一个咖啡,对吧 然后呢,就是你就会明白他的意思,那就是他想跟你一起去喝个咖啡 那么复杂一点的话就是,vamos a tomar un café,vamos a tomar un café,对吧 这是一个问句,然后呢,你可以回答,si o no 其实真正这样简单的回答si o no的话,会听起来挺别扭的 你比较快活一点回答方式呢,可以是,vamos a tomar un café,你可以说,venga,vamos,对吧,come on,let's go 这个是比较惯常的一种方式 然后你要说不想去,ah no,me tengo que ir,对吧,就是我后边还有别的事情,me tengo que ir 对,我得走了,没有时间喝咖啡了,然后从喝咖啡的这句问句里呢,大家要学会一个词,就是domar domar这个动词呢,就是用来说饮料的,就是喝这个,喝所有的什么东西啊,都叫domar domar un agua,就是喝一个水,domar un café,喝一个咖啡,domar un agua,gola 所以就是domar,domar这个动词大家要记住 那么在西班牙的咖啡馆里呢,最常见的是这几大类的咖啡啊,就跟咖啡有关的饮品 一个是叫做咖啡solo,咖啡solo其实就是常见的这个意识浓缩 然后你如果直接跟试者说我要一个咖啡的话,un咖啡,un咖啡它会帮你带来的就是一个咖啡solo 那么比咖啡solo多一点奶的呢,叫做cortado,cortado,其实在国内应该叫做可卡朵,有的地方也是有卖的 可卡朵,会加一些奶,就是一个意识浓缩,少量的加一些奶 那么最著名的,最常见的应该就是咖啡 con leche 咖啡 con leche,其实可以被划分为拿铁吧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有的朋友来这边玩的时候说要一杯拿铁 然后上来的就是咖啡 con leche,所以对这边的咖啡馆来说没有拿铁,只有咖啡 con leche 那么说到咖啡 con leche,就不得不提到跟咖啡 con leche有关的一个梗 在这个忘了是哪年了,那会儿的马德里的市长,安娜博德亚女士在宣传马德里城市的时候 应该是在深奥的一个环节,深奥的一个环节里面宣传马德里 说,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relaxing cup of coffee con leche 我记得他应该是这么说的,我一会儿把这个视频给放上 there is nothing quite like a relaxing cup of coffee con leche in Plaza Mayor relaxing cup of coffee con leche in Plaza Mayor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一杯非常放松的,让人放松的咖啡馆奶 在这个西班牙,在马德里的这个 Plaza Mayor上 所以呢,这个梗是这个跟咖啡 con leche 应该是最相关的一个笑话吧 那么当然除了cafe solo costado和cafe con leche之外 还有比较常见的像美式的咖啡 叫做cafe americano cafe americano或者叫cafe largo 就是这种不加奶的,这个多接一会儿的这种美式咖啡 然后呢,在这里分享一个比较有西班牙特色的喝咖啡的方法 叫cafe galajio cafe galajio就是现在你去很多的酒吧的话 他们做的就是在咖啡里加一些白兰地 也就是说带酒的咖啡 呃,那么其实这种方法呢,并不是最正宗的啊 最正宗的办法大家,我以后可以分享给大家 那么cafe galajio就是一种在咖啡里加白兰地的喝法 所以让你又精神又晕的 那么当然其实在西班牙的咖啡还有很多种啊 在这里呢,就先不一一细说 大家可以先记住这五种最常见的 cafe solo,cafe costado,cafe con leche,cafe galajio,这个加白兰地的咖啡 啊,还有一个cafe largo,或者cafe americano 那么咱们再来简单的说一下怎么定制一下你的咖啡啊 也就是说加一些你想要的东西 像比如说到现在到了夏天了 可能最常见的就是往这个咖啡里加个冰啊 可能因为不像这种什么星巴克呀 这种美式的咖啡馆 西班牙的这种咖啡馆还是比较欧式的 是不太会做这种什么星冰乐呀 什么这种咖啡的这种冰冰饮料的 最简单的就是往咖啡里给你加一块冰 那么加冰怎么说加冰就是gong yellow 最简单的就是cafe con yellow cafe con yellow cafe con yellow的话就是咖啡里边加一个冰 那个适者会帮你把一个cafe solo拿出来 再拿一个杯子里边放一块冰 你把咖啡倒在这个放着冰的杯子里就可以喝了 那你也可以同理你也可以要一个un gordado con yellow 或者uncafe con leche con yellow 或者是cafe americano con yellow 或者cafe con yellow 对吧就是con yellow是一种办法 叫加冰 那么除了加冰以外 我们有时候可能下午或者傍晚 要和朋友去喝咖啡的话 发觉可能想喝无咖啡音的咖啡 无咖啡音的咖啡怎么说呢 叫descafeinado descafeinado 然后你就可以合适的这样说uncafe descafeinado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descafeinado的咖啡会有两种情况 那个适者就会问你 de sobre o de machina 一般常见的话还是说de machina de machina就是这种无咖啡音的豆子 先帮你磨出来做一个正常的咖啡 de sobre就是这种小袋的袋装的 有一点像素容的这种咖啡 所以是descafeinado de sobre o de machina 对吧 所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可以这样选择 那么在我们学会了往咖啡里边加冰和要无咖啡音的咖啡之后呢 我们要学一下对这个奶有什么要求怎么说 比如说你在有的时候很着急的时候 你可能想要一杯常温的咖啡 但是咖啡打出来永远是热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跟对奶有要求 你可以跟试者说 uncafe con leche fría l leche fría的话 它就会从冰箱里帮你拿出来一个奶给你加进去 这样的话你的咖啡对出来的话 基本上是常温的 有的时候还是凉的 所以l leche fría是这种冷的奶 那么你还可以要求要常温的奶 常温的奶呢 在这个我所生活的巴特罗那和加特罗尼亚这边的话 它们会把它叫l leche natural 但这个是一个不标准的西班牙语用法 l leche natural 在这块的话 但是所有人都会这样说 但是它其实是错的啊 你如果去马德里啊 这种西语标准一点的地方的话 它会跟你说l leche de tiempo de tiempo的话呢 可能就是室温的 常温的 或者是l leche dembrada dembrada的话其实是凉的牛奶和热牛奶堆在一起 就等于是一个常温的奶 所以叫l leche dembrada 然后呢 正常的话 它默认的 你如果不说 什么都不说 就是cafe con leche的话 它的这个奶肯定是要用这个蒸汽加热的 所以你如果对奶有要求的话 可以记住这三种用法 l leche fría l leche natural 或者是l leche de tiempo 或者是l leche dembrada 那么好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我的分享对大家还有用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喜欢点赞加转发哟 我是说其语的吉他手 野渡无人 在这里再见了